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接着跟大家讲讲原因 早上我的那个舌头自称名叫安迪 说自己是专门组织从中国偷渡到日本和美国的黑社会组织成员 为了把买卖做得更大 他这次专程来到日本 想和日本的黑社会强强联手 在他的设想里 偷渡科门上岸时应该由日本的黑社会组织来接应 他来找我就想让我做日本黑社会组织的联络员 我不想干这种游走在犯罪边缘的事 尽管他一再表示可以给我开个高架 我还是拒绝了 我给他的理由是 我胆子小 进不起大的风浪 幸好这个安迪也没有再勉强我 我们在街头告别之后 他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之后我又遇到过一些舌头来找我 也有日本人来找我 其中既有黑社会 也有日本的普通人 因为这个事情挣钱 很多人开始做起了偷渡的生意 在他们眼中 我这种既懂日语 又和黑社会打过交道的人 是能帮他们组织街头 传递消息的最佳人选 我每次都成功的控制住了自己 虽然我的工作和色情业紧密相连 但按赖人 毕竟在日本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 我知道这些舌头几趟下来 就能挣上上亿的日元 利润惊人 但却是犯法的事情 我不断告诫自己 我有所为 也有所不为 在当时 为钱所困的中国留学生当中 愿意为舌头的偷渡活动 充当中间联络员的人 不再少数 很多人刚来日本 都是很单纯的 但很快就抵不住金钱的诱惑 走上了不劳而活的路 如果大家不知道当年 中国人是怎么偷渡到日本的 我推荐可以去看看 我协助拍摄的 成龙主演的 新术事件的电影开头 那个里面反映的 还是很真实的 这半年间 最后只选中了一个叫杜伟的男孩子 杜伟是东北吉尼人 来日本留学半年多 一直在兼职做清洁员 我看中了他外表忠厚 尽管托尼私下里 对我表示过 他肯定有点木了 不一定适合干这行 但我在经历了 陈海波的事件之后 把一个人的忠诚老师 看作是最重要的考量 杜伟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相信只要他肯努力 工作还是很容易上手的 第一个星期 杜伟的收入不大好 只有两万多日元 我从自己的钱包里 又掏了五万元补贴给他 我认为生意不好 不完全是他的原因 那几天天气不好 所以客人也很少 而且对以前连购物基丁 都没有来过的他来说 总要有个适应的过程 看到杜伟 总会让我想起 自己刚来购物基丁的样子 这让我总是 很想特别惯照他 何况他也是一个 懂礼貌的年轻人 对我和托尼都很尊敬 过了一个月 杜伟的生意渐渐好起来了 就连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托尼 也表扬他了 有意思的是 杜伟年轻帅气 得到了好几个夜转会 老板娘的青睐 那些在封城中 打滚的中年女人 好像特别喜欢 这种单纯的小伙子 有家店的老板娘 甚至想挖他过去 说一个月给他开三十万 只需要他站在那里 调调酒就行了 杜伟没有接受 他表示 还是想跟着我干 他的生意越来越好 因为他的意念 诚恳和善良 许多外围游客 很乐意 通过他介绍到店里消费 他的收入 也一下子门涨了起来 没想到 这次又发生了 另一个 我印象不到的小差距 我的保护伞 林木 打电话给我 语气非常不友善 说 丽莎 你怎么管教你 那个小弟的 居然 让他搞到我们 头子的 女儿了 我才知道 杜伟在歌舞基丁的街头 站得久了 认识了三口族 一个小图木的女儿 那个女孩原本也不来这边 人家在大名鼎鼎的东京大学 读社会学 因缘巧合 他想做一个歌舞基丁 外国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居然自己就大胆地摸了进来 刚好在街上遇见了杜伟 也不知道是不是看上了杜伟的长得帅 女孩后来经常来找他 让他帮忙介绍歌舞基丁的情况 刚开始 杜伟还防着他 可随着两个人沉淀在歌舞基丁里 到处闲逛 居然日久生情了 这件事被小同母知道了 不禁当地将女儿软禁在家 而且还给杜伟发出了死亡威胁 可是杜伟也是个愣头青 这样想模仿电影里 一行就美的桥段 结果击入了小同母 然后李牧就被派来找我的麻烦了 我听完前言后果 觉得事态严重 赶紧向李牧陪礼道歉 承诺一定会解决这件事 挂了李牧的电话 立刻拨通了杜伟的手机 让他来我这里一趟 当他出现的时候 脸上青一块紫一块 已经挂了彩 据他说 刚才站在街上做安排人的时候 突然跳出来一群人 揪起他的衣领就打了 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着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幸亏旁边叶总会的老板人 叫来了警察 那群人才终于走了 要不然还不知道要被打成什么样 那天我只对杜伟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 你要清楚 这里是日本人的地盘 另一句是 女人还会有的 可是命就这么一条 这也是我站在购物基丁这么多年 时刻提醒自己的两条经验之谈 幸好杜伟是个懂事的小孩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他也慢慢变得成熟起来 我后来又和林木和他一起 出来吃了个饭 总算是把这件事情给一笔勾销了 吃饭的时候 杜伟递给了林木一个信封 黑社会解决问题都是要用钱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规矩 递信封的时候 杜伟的嘴巴里讲的是 300万 请收下 300张1万元日元的日币 是不可能全部装进一个信封里的 里面 其实只装了30万日元 那么杜伟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其实这是圈内开玩笑的行话 一般都会把几万讲成几十万 几十万讲成几百万 所以林木也开着玩笑回答说 下次一定要给300万哦 当天晚上就在这种很和谐的氛围里 结束了 这之后不久 杜伟就和后来的女朋友 一起回国了 说到杜伟 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小弟 这个小弟的故事 我以前从来没讲过 今天在这里 首次公开一下吧 2000年左右 中国驻日本道事馆里 有一个参战 作为调查员 专门来调查日本社会问题的 跟日本外务省派去中国的 阿古自治的工作是一样的 只不过阿古是调查中国社会的 中国大使馆 这个调查员的儿子就在日本 后来做了我的小弟 这个小弟 我们就叫他小高 因为父母都是学日语专业的 扩散 从小就受到家庭环境的熏陶 日语说得非常好 我是在购物既定一家居酒屋 遇到他的 有一天 我带着一个日本女朋友去宵夜 她正好在那里打工 她和我的女朋友用日语对话 完全是日本人的感觉 有些词语 我还不懂 但是她认识我 那是2002年 我已经出了书 她看过我的书 认出来我是谁 免费送了我两个烤好的锣 又送下来两个烤好的三杯 后来她用中文跟我讲了一句 我在居酒屋干得很累 死给才800日元 我能不能跟着你干 因为我在书上写过 我每个月能挣100万 她觉得跟着我能赚钱 实际上我不知道 当时她已经快没签证了 她是通过语言学校来日本的 但是自己不上京 没有考上大学院 她知道哪怕大学毕业早工作 最多也就是每个月20万日元左右 还不如跟着我干 我听她日语说得好 就答应了她 结果她也跟我干了没多久 就黑下来了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她说她跟父母一起生活在日本 我以为她是残留孤儿 她也不敢说父母是大使馆的人 而且已经四年快到期了 就要回国了 父母离开日本以后 小高又跟我干了有一年多 有一天突然就被警察给抓了 最后我被警察发现中 他是一车 警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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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所有的小弟都讲过 不要去拿日本人 不能去拿日本人 一是怕和日本皮条克起争断 二是怕拿到便衣警察 特别是一些出厂店 因为带小姐出去 还是违法的 QSA就正好拿到了一个来钓鱼的便衣 还跟便衣说 可以带出厂 而且可以红帮 我想全世界的男人都知道 这个词的意思 他兴高策略的把便衣带去了店里 那天晚上 大概有三组便衣来到购物街景 抓出厂店 这些出厂店 当时大多都是外国人在经 菲律宾 韩国 台湾 特别是中国人 开的最多 QSA就撞到了枪口上了 把便衣带去了一家台湾妈妈开的店 进去之后 这个便衣立刻开始联络其他同事过来 小高日语很好 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立刻去救他 当我赶到的时候 店已经被警察给封了 进不去 我在门口跟守门的年轻便衣 讲了不到五分钟话 就远远看见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警察 戴着个耳机 走了过来 我认出他是过去新书警察署 报恩系的系长 专门管风俗的 以前 我曾经协助过他执法 调查购物机庭宰人的日本店的时候 我是他的县人 在日语里被称作 日本警察大量用这样的县人 因为他们只有19万人 管理整个日本 经历远远不足 我请他通认一下 他说 你来完了 说是已经在店里 已经作为现行犯 给逮捕了 上面已经批示下来了 改不了了 但是又补了一句说 明白了 是你的人 我当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也许可以 着情重情处理 也许就进去几个小时 发点钱 就放出来了 可万万没想到 小高是没有签证的 后来他被强制遣放回中国 回去之前 我还到入国管理局 看过他两次 那时候 他爸爸专门从北京飞过来 我才知道 他是大使馆的有名人物 我一直给小高找关系 所以其实后来 也算是重情处理了 警察没有起诉他 起诉的是那家店 说他们卖淫嫖娼 为了表示感谢 好几年后 我开了湖南菜馆 小高的爸爸 还专门带了一拨人 来店里吃过饭 在他被抓15年以后 到2018年 郭文贵 请我在北京的盘古大观 吃了一顿英国女皇 同款的国宴 号称价值280万人民币 当时在场的 总共有十来个人 包括一些著名主持人 和娱乐圈的人 小高也是在场的 其中一个 是我跟他联系 请他一起来参加的 这顿饭的故事 我在美国新闻周刊 日文版的专栏上写过 从挺郭到 斯珀塔的骗局 最早隐退 我又是另外一段 很精彩的故事 以后有机会 我再详细地说一说 郭文贵的故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影片 欢迎订阅 点赞 评论和转发 我是李小木 我们下期影片 再见咯